前面大家平安 在開始講到之前 請同學我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來到這邊 大家每個人都很客氣 所以我要徵得大家的同意 我可以把外套脫下來嗎 有點熱 非常感謝神讓我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到我們永福教會 一起來分享上帝的話 那因為我很久很久沒有用華語講到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 那個台語跟華語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轉不過來的時候 請大家包我們的一件這樣 可是我本身台語又不好 所以又很奇怪你知道 不過沒有關係非常感謝神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一起來聽上帝的話 那我們在聆聽上帝的話之前 我們就一起先來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來到你的殿中 你的主日 我們要來敬拜 求主你保守我們 讓我們的心 能夠因為你聖明的充滿 聖明的浇灌 好叫我們能夠 聽得懂 看得懂 你自己的話 你的啟示 在我們的心裡面 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 得到主你的慰養 幫助我們從你的話語當中 我們得到盼望跟力量 謝謝你 求你讓今天早上這個時刻 充滿著主你自己的榮耀 在我們當中 也讓我們驚豔 謝謝你 我們同心的禱告揚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曉得神 他有一種自我隱藏的特質 那就像我如果沒有讀旧約 就知道當神出現在摩西的面前 他是用一種自我隱藏的方式出現 那一方面是因為神他自己太過神聖太過榮耀了 恐怕我們見到神的榮耀之後 我們可能會立刻死掉 那另外一個方面 神也不希望我們是因為看見他的榮耀 請記得 神不會希望我們是因為他的榮耀 才來敬拜他 這好像有點弔詭對不對 是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是看見他的榮耀 才來敬拜他 而不是我們出自於我們內心想要回應他的愛 所以神有的時候他會隱藏他自己的榮耀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他才會彰顯他的榮耀呢 神會像我們人一樣當我們有成就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就是在那個當下我們享受相當的地位 相當的實力我們自己要彰顯我們自己 神不是這樣 神他在什麼時候會彰顯他自己的榮耀呢 那今天我有透過這段經文 我有三點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呢沒有準備PPT 是要大家都很專心的專注的在神的話語裡面 然後有一件事情也要邀請大家 如果你很累那就安息在神的面前沒有關係 我們就不要叫醒他 那可是如果你等一下看到你旁邊的人 他如果在玩手機麻煩 或是3C產品麻煩你跟他說我們關機這樣子 如果拍照就沒關係啊 好像蠻老實這樣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在用手機或是用平板在玩神摩之塔 或是Candy Crush 麻煩你跟他說把手機暫時先關機 讓我們能夠專注在神的面前 那第一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透過今天我們看到的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看見這四個朋友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他們做了讓神動心的事情 所以引發神的憐憫與救恩領導 因為他們做了讓神動心的事情 引發神的憐憫與救恩領導 那神的恩典呢 我們一般可以分成一般性與非一般性的恩典 那一般性的恩典我們都會知道 譬如說就像神 就像我們剛剛的詩慧祷告的一樣 神賜下陽光 雨水空氣 維護我們生活正常的運作 以及維護這個世界正常的運行 保護這個宇宙軌道運行能夠適當又正常 我們不需要特別去求神這一類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一般性的恩典 就像我們好像喝水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這個水來自水庫 但是我們可能不太注意水庫 它到底是怎麼樣匯集水源 或是可能我們在 有人在破壞大自然這些土地環境的時候 我們可能只關心眼前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很自然 所以自然到我們都把它當作好像理所當然一樣 這個是一般性的恩典 那非一般性的恩典呢 是指我們向神特定的需求 我們向神特定的需求 透過我們的禱告跟等候 讓神能夠針對我們的需要來應 譬如說可能我們的婚姻 譬如說我們事業的選擇 譬如說我們的學業等等的 或是我們事工的計畫 這些都是非一般性的恩典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問 神的心意是如何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神的恩典 臨到我們身上呢 常常我們先要讓神感受到我們的行動 讓神感受到我們的行動 讓神感動 我們的行動讓神感動 因為神祂是見察人心的神 祂能夠看見我們是不是真的付出代價在禱告 祂能夠看出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橫切的禱告 當然當我們努力的禱告 努力的等候 神就會應許我們的祈求 就好像主耶穌吩咐祂的門徒 要在耶路撒冷那邊 禱告等候警醒 要預備聖靈的工作 要預備聖靈的降臨 裝備好之後開始展開普世宣教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經文裡面 經文裡面讓主耶穌感動的事情 是攤子四位朋友所做的事情 我們如果我們在第三第四節 看到他們一系列的行動當中 我們看到有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這四個人 排著這個攤子要接近耶穌 第二個事情是因為人很多 所以他們不能進去的時候 他們只好選擇從那個屋頂 把這個朋友拆著這個屋頂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把這個攤子 連他所躺過的路子都墜下去 那第四件事情就是 他們把這個攤子擺在耶穌的面前 為要給耶穌看見 那主耶穌看到他們這一系列的行動當中 馬可福音的作者就繼續寫 耶穌見到他們的信心 就對攤子說 小子你的罪赦了 因為我是橫河本 剛剛我們讀的是現在中文一本 小子你的罪赦了 我們可以彷彿又看到類似的事情發生 就是神的醫治它不隨便發生 神的醫治不隨便發生 但是會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會發生在用最大的心 用最大的努力 不怕羞辱 不怕被失效的人身上 神看到他們分擔工作 彼此都沒有計較 沒有計較說 我做的比較多喔 他們一心就是要把他們光懷的對象 就是這個攤子 帶到主耶穌的面前 讓主的愛來充滿他 來醫治他 這個團隊的行動 這四個人是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的行動直接教導我們一個 有關傳福音的秘訣 就是要做讓人心動 讓人感動的事情 我們光懷人的靈魂得救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那個光懷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行為更重要 人有理性的一面 也有感性的一面 在傳揚上帝國的信息當中 我們可能會使用大量理性的教導 就像現在我們在聽講道一樣 使人明白那個真理的奧秘 但是我們可能在光懷人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用大量感性的行動 讓人能夠被你的行為感動 讓他感受到耶穌基督真實的愛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基督 為什麼 你們基督教都這樣 你們基督都這樣 有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 讓別人跌倒的事情 所以我們自己要警醒 我們自己的行為是不是有讓別人感動 還是我們的行為是讓別人跌倒 但是不論教會是不是有 讓別人跌倒的那些基督徒 我們一定要相信教會裡面一定有一群人 也許就是你旁邊的人 也許就是你自己 在默默的付出 你們的關心 你們的愛心 在你們所關懷的對象上面 你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服侍上帝國中 弱想的弟兄姐妹 所以不要在意你的付出有沒有結果 因為這一切 父神祂都有看見 神會因為你的行動 神會因為你的擺上 感受到你的認真 你的愛心 你的禱告 跟你的心願 神會安排機會 神會安排機會 問那些你在關懷的對象 Baby是你的家人 也許是你的朋友 他們的靈魂 得救 讓他們與神之間 有相遇的時間 場景跟契機 第二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創意的行動 熱情的行動 我們可以在這四個朋友身上 看到另外一件 我們值得學習的事情 就是他們做出一個 非常有創意的事 他們熱情的行動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對自己 過度的嚴謹跟保守 就像今天我坐在底下 看著台上在祭拜的人 竟然都不是年輕人 哇好活潑 就是在這個這樣的信仰裡面 在這樣的信仰裡面 不管你今天年紀多大 在神面前我們都可以蹦蹦跳跳 但是我們可能要反省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制度底下 或是我們可能在這個信仰底下 太糗了 所以我們可能有一些些的嚴謹 有一些些保守的行為開始出現 譬如說我在還沒有當傳道之前 在禁拜的時候 我的手可以舉這麼高 可是剛剛如果大家看 我手大概舉到這樣而已 就是有的時候好像因為身分 有的時候好像因為在教會裡面 好像比較嚴肅 比較嚴謹 所以我們慢慢的變得 有一點點的退縮了 我們習慣活在別人制定的制度 或是我們習慣活在別人的框架裡面 但是在那個當中 我們可能往往限制了很多 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創意的行動 就是打破既有的生活規範 與行為模式 我們看到因為人多 如果我們是那四個朋友 也許我們拍拍屁股就走掉 因為人多我們擠不進去 我們可能壓根沒有想到說 要把那個屋頂拆開 那這是一個創意的行動 會讓人家做出 眼睛委之一亮的行為 那創意的行動在沉默的世界當中 也會展現它驚喜的一面 那但是呢 創意往往伴隨著冒險 有一些風險 譬如說你拆掉別人的屋頂 你可能要吃上官司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不敢去做的 但是弟兄姊妹 因為我們是照神的形象造的 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都有神冒險的特質 我們的神是愛冒險的神 我們的神是愛冒險的神 只是你可能很少去發現 他的這個屬性 或是你很少在你的身上 或在別人的身上看到神這樣的屬性 當初神在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可以創造五天就好 他也可以不需要創造人 他讓天使來管理這個世界的動物 植物 還有這個他創造的一切的萬物就好了 他不需要創造人 因為他竟然要創造人 就是要造出與神自己有類似的特質 就是讓人有自由意志 就是可以自己去選擇 去判斷 去決定 去行動 所以神給人非常非常大的空間 神給人非常大的權限 但是那個是一個冒險 那是一個冒險 因為神要冒險 人有一天會離開他 可能會不想做神 討生喜悅的事情 或是我們不想要尊神為大 而是我們選擇自己做自己的神 自己相信自己而已 神原本可以選擇那種很神聖的寧靜 他不需要創造地球 或是有地球 但不需要創造人類 這個宇宙 我來想看看 沒有了我們人 還是一樣非常浩瀚 整個壯觀 但是神卻冒險 選擇創造我們 要來與他一起共享 他所創造的魅力 而且給予我們 神他自己部分的權柄 還有智慧來管理這個世界 也請注意 每當神完成一項 在他的創造之後 在創世紀裡面 神都說什麼 神看一切都是 都是什麼 都是什麼 都是好的 沒錯 都是好的 也就是說 神看見受造物 他的完整 如果按照神的旨意來行的話 這些受造物的一切發展 會根據他自然的規範 自主性來發展 而且不會逾越神所設計的範圍 但是 只有人 只有人 只有人喔 有越過神範圍的可能性 因為神給人 有像神自己的權利跟形象 就是自己有自由意志 可以決定 我是不是要來愛神 我是不是要來敬拜神 我是不是要來服侍神 這是一個冒險 那創意呢 創意跟另外一個字 常常可以連結在一起 創意跟另外一個字 常常可以連結在一起 那個字 就是 熱情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想看看 我們在這個信仰裡面 我們有沒有熱情 因為熱情是一個 非常非常感性的行為 我們透過豐富的熱情肢體動作 語言 讓人 他的防衛心能夠被瓦解 願意將內心的事情 我們生命的故事 我們的失敗 我們的困難 分享給那些有熱情的人聽 讓他們在困境當中 找到新的依靠 在人生的經驗上面 能夠創造出新的火花跟新的奇蹟 所以我們對人有創意的熱情 很容易可以帶來對方的信任 很容易可以帶來對方的信任 那那個信任 是建立人際關係最重要的基礎 因為我們人呢 很容易被外在的世界影響 我們人呢 很容易被外在的色彩啦 裝飾啦 成就啦 聲譽啦 給吸引主 就像我剛剛來到這裡的時候 有人說我好像學生 我高興了一下下 但是我已經快要三十歲了 我被這些外在的 可能我們很容易被這些東西給吸引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外在的 那種建立的關係 是表面的不能長久的 然而真正能夠保持長久的關係 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信任 你對事物的信任 會讓你毫不猶豫的 可能 毫不猶豫 毫不考慮的要去購買它 譬如說你相信一個商品 它有這樣的價值 你就會很喜歡去買它 你對人的信任 會是你毫不考慮的去接近它 或是愛它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四個朋友 他們有創意也有熱情 他們有創意也有熱情 同時也讓攤子 絕對的信任他們 他們就是定義要將這個攤子 帶到主耶穌的面前 不管怎麼樣 不管他們是如何破壞 這個主人的屋頂 他們就是同心合意的 將這個攤子 從屋頂小心地把它墜下去 這樣的過程 被主耶穌看在眼裡 看見他們的付出 是一種感動的熱情的表現 所以當耶穌在講道 面對那麼多人的時候 他看到這樣的行動 也不由得停下來 注目在他們的行動上面 就是讓神感動了 就是讓神感動了 讓耶穌可以看到他們 讓耶穌看到他們的行動 叫神不去回應他們的行動 也很難 叫神不去回應他們的行動 也很難 因為神自己已經看見了 就好像瑪利亞 拿出貴重的香膏 倒在耶穌的頭上 還用她的頭髮 擦耶穌的腳 她所獻的這些行動 還有她的香膏 在別人的眼中 看起來可能很奇怪 我們可能都會想說 為什麼要浪費這麼貴重的東西 但是主耶穌看出瑪利亞的行動 她在表示她內心的熱情 她在表示她內心的熱情跟感恩 如果還有她手邊 如果還有東西 比這個香膏更貴重 更能表示她內心的熱情 內心的感動 她一樣全部都會拿出來獻給神 我們有這樣的熱情嗎 我們生命當中有那種很貴重的東西 但是我們有那種熱情 說主我要獻給你嗎 這種奉獻 是出於內心 對神的認識跟感動 所以主說 凡到任何地方 傳講福音的時候 都不可以忘記 這個女人所做的事情 那熱情這個字呢 跟犧牲是有關係的 犧牲這個字 在希拉文的原文裡面 是表現出那個神聖 熱情原本的意思就是神聖的受苦 熱情這個字 它原本的意思是神聖的受苦 所以熱情這個字 它的內涵是 願意為你所愛的人受苦 願意為你所愛的人受苦 那就是一種尾聲呢 那就是一種尾聲呢 各位尾聲不是 在基督教界裡面 一種很抽象的哲學 或是神學的語言 尾聲其實很簡單 但是它又很難做到 尾聲其實就是 能夠為了你所愛的人 多付出一點點 當然不是盲目的付出 而是願意為你所愛的人受苦 我們的主 祂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 神看出我們的熱情 我們的那個熱情 背後的動機跟意義 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情 我們裡面的熱情 付出了代價 我們的行動 很自然的會牽動神 伸出背膀來扶持我們 就像有一首歌是 我搖動你的手 透過禱告我們搖動上帝的手 上帝自然就伸出祂的手 要來幫助我們 將我們身上的過患移除掉 就是這樣 主見到四位朋友的熱情 與他們付出的代價 讓主的心被受感動 所以對這個攤子 進行了醫治還有赦罪 我們的信仰生活 有沒有熱情 可以決定我們跟隨主的行動 是不是絕對的 不過我們有熱情 我們跟隨主的行動 就會是不問代價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跟隨主的時候 往往帶有許多的條件 我們跟隨主的時候 往往帶有許多的條件 主啊 如果你給我什麼 我就去做什麼 你先給我了嘛 你給我了 我再去做 我們往往有很多的利益交換 我們跟上帝有很多的利益交換 在我們的禱告裡面 我們可能常常這樣禱告 主我為你服侍那麼多 好 所以你可不可以給我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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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那麼多 你怎麼還是讓我 遇到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我們的那個當中 我們跟上帝 往往還有很多 服侍上面的利益交換 我們是不是這樣呢 但是不要灰心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不要灰心 因為這是很自然的 那個是一個過程 當我們慢慢被神調整之後 我們就不會問代價的 而且我們的熱情會被主來調整 願意跟隨主 不再問條件 當然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很氣上帝 為什麼我服侍你那麼多 你都沒有給我 為什麼我服侍你那麼多 你都沒有給我 就像有一次我去一間教會講道 我去一間教會講道 我停好車了 我停好車進去了 講完到了很順利 那天的服侍很感動 感謝主 出來我的車不見了 被脫掉 我那個時候冒著風雨 那天下來很可憐 又沒有閃 還要去買閃 這樣走走走 那時候叫了計程車 做了一段路 又發現 哎呀錢不夠 又要自己走路去便利商店 然後再走到那個 那個監禮所 那個就是被拖掉的地方 去把我的車放回來 邊走邊罵上帝 上帝我為你服侍這麼多 我為你做那麼多事情 欸我在幫你講道耶 啊 為什麼還讓我經歷這樣的事情 各位聽眾姐妹 很多時候 上帝當然沒有給我答案 但是我在後來的體會當中發現 上帝定義就是要讓我遇到這樣的事情 有的時候受苦不是突然的 有時候受苦不是突然的 我發現我能夠很真實的面對上帝 我發現我能夠很真實的面對上帝 Maybe 我們可能在服侍的過程 或是在跟隨主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很多的附加價值 和條件在那邊交換 可是我們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我們發現說 啊原來我們可能就是不問代價的 這樣去付出 那是一個過程 所以如果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有這樣的熱情 傳福音的時候我們不是帶著那種業績壓力 去傳福音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周遭的人 會有很多人被你影響 你的生命可以影響很多人的生命 有的時候我們不用在意自己懂得多不多 就像我知道最近大家可能會面臨到一個很窘的情況 就像大家最近周遭的朋友一定會問你 那你們基督徒怎麼看美江節這件事情 怎麼看五倍鑽石這件事情 五倍的祝福這件事情 我們有時候都不懂 我們有時候有時候面對到他們 呃我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有的時候我們不用在意自己懂得多不多 有時候我們不用在意說 我們好像一定要回應他很神學的語言 或是一個很讓他能夠很幸福的語言 不用在意什麼話可能也不用講 你只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耶穌基督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不敢傳福音 我們不敢來見證 但是呢 只要我們生命當中有熱情 那個熱情是不用去學的 那個熱情不用給對方很多信仰的語言 那個熱情不用給對方很多神學的語言 那是一種生命的展現 很多人可以在你身上看見基督 那他們就相信原來神是怎麼樣 有豐富憐憫慈愛的神 那是一種生命的展現 你對生命有熱情 對大自然有熱情 對你的靈社有熱情 你就是在散發你的魅力 你在基督裡面的魅力 我們教會都需要這樣的能量 那神的形象之一 就是有這樣的熱情跟冒險 神會供應我們這樣的需求 第三點 改變是需要冒險的勇氣 因為僵化的思考 僵化的思維會燃阻我們 我們不能去經歷神的恩典 僵化的思考 會攔阻我們去經歷神的恩典 如果我們要回到經文裡面 整個經文它刻畫出一個很戲劇的場景 就是除了這四個朋友跟那個攤子之外 另外還有一群主角 馬可福音的作者 另外有安插一群很獨特的主角在裡面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 那些主角是一些反對耶穌的人物 包括猶太教的文士跟法利塞 他們隨時都在耶穌的身邊 但是不是為了要遵從或是要跟隨主 他們是為了要監督耶穌 他們是為了要監督耶穌 要在任何小小微小的地方 要找出耶穌的毛病來攻擊他或是審判他 那這些猶太人所遵從的摩西五經 掌管猶太人所有的生活 風俗法律秩序倫理宗教 這些都是他們很賴以為生的東西 但是耶穌來到世上 請注意他來到這個世界上面 他其實沒有要破壞猶太人的這些經典習慣 規範等等 因為耶穌自己也說 他來不是要廢除律法 他來乃是要成全律法 所以耶穌他自幼就跟隨父母到聖殿獻祭 跟其他的猶太男子一樣 長大以後也是進出猶太人的會堂 他也是使用舊約的經典來教導人教訓人 他也被人稱作是拉比亞 但是為什麼耶穌所傳講的 會引起猶太教 這些高層 這些領袖高層 什麼樣的緊張 因為耶穌本身他是一個革命家 他是一個帶來改變的人 我們革命不要想說是這種武裝革命 耶穌帶來的是心靈層面的革命 耶穌帶來的是一個 在心靈上面 讓人家很不安的革命 原因是那些 好像意識到耶穌是帶來革命的人 他們的生命是不願意改變的 他們的生命不願意改變 即使耶穌在他們面前宣告 他就是神的兒子 凡他所做的都是父所說的 而且耶穌也說 如果你們見到我 就是見到的父 因為父在我裡面 我也在父裡面 耶穌所說的是三位一體的上帝 的概念 但是對猶太人來說 他們是沒有辦法去理解的 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好了 耶穌時代的這些猶太宗教 是一種透過理性來明白的信仰 他們藉著遵行摩西的律法 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得到神 祂應許的救恩 但是主所應許的救恩 主所帶來的革命又不太一樣 主所應許的救恩 不是叫我們因為行為 所以誠意 那因為行為 來如果是照我們的行為 來誠意的話 我們可能會陷入驕傲的罪當中 我們單單只要因為 相信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這個救恩 蒙受永生的恩典 這是白白的禮物 這是上帝的愛 是神主動賜給人的禮物 我們必須透過信心 才能接受的禮物 但是這個對當時候的猶太教領袖來說 這是不能接受的教導 這是不能接受的教導 因為這個不是理性的行為 不是理性的思考 這是感性的行動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我們看這段經節 我們可能會想 這是什麼情況 有真神在我們當中了 可是人卻仍然要拿自己所寫的規條 來檢驗神的真實 如果符合他們的想法 就可以被接受了 如果符合他們的利益 他們就想辦法排除 他們就想辦法排除 其實說穿了 就是人害怕改變 人很懼怕改變 怕失去已有的安定 我們比較習慣的是跟隨那個傳統 我們比較習慣跟隨傳統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啊 跟隨傳統比較安全 但是在那個當中 我們可能就沒辦法創造出 令人感動的信仰生活 就好像和尚每天都念經理一樣 我們可能就陷入在那個裡面 所以如果我們再一次回到經文 看這些人 難道看見一個人 得到神的赦罪不好嗎 難道看見一個人病得醫治不好嗎 但是他們根據傳統 來批評耶穌沒有赦罪的權力 那是神才擁有的權力 那個人得醫治 他們批評耶穌是靠著鬼王來醫治 他們的內心一點都不會因為這個人 他脫離罪的捆綁 脫離長久以來身體 失去行動 而整天躺在床上 這種行動 他可以開始整全的過生活 可以站起來服侍更多的人 他不再成為家人跟別人的負擔 他們應該可以為這個攤子感到高興 但是呢 卻因為耶穌做了這件事情 感到休息 這些法律賽人 因為耶穌做了這件事情 感到休息 一件同樣的事情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看到經文裡面 一件同樣的事情 一個人得到醫治 一個人得到罪的赦免了 同樣的一件事情 有人得了醫治 有人感謝神 但是有的人 卻猛了羞辱 在那邊批評耶穌 因為耶穌借賭了他們 所捍衛的那個神的地位 神的榮耀 所以那個改變 那個改變真正的動力 是來自於什麼 是來自於明白自己存在的意義 如果我自己的存在 不再有意義的話 我們的存在 就必須重新的被解脫 或者如果我們面臨要改變的時候 我們往往是因為害怕 我們往往是因為不敢 或是不願意改變 我們給自己很多的藉口跟理由 我不會 我不想 我不要 我們常常都是不 不不 我們常常對神說不 我們也常常對自己說不 所以改變的動力在於 明白自己存在的意義 我是不是能夠向神說好 我是不是能夠向神說 Yes 我在這裡 就像聖經以賽亞一樣 他說 主我在這裡 請拆解我 我在這裡 找我 找我 我們可能需要 常常自我反省 我究竟只是想要滿足自己的想法 跟慾望呢 維持既有的習慣 這些長久以來 我生活的模式來認知神 還是用有創意的 願意冒一點點改變風險的方式 來經歷神 讓我們來看看一個 很有名的聖經人物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他已經110歲了 上帝仍舊在他的人生當中 提出挑戰跟考驗 生活對他來講 不在乎那個年紀的多大 他已經110歲了 但是神還是給他 生活上面有冒險 還有那種很戲劇性的張力的挑戰 神不斷地注視他 看他的信心 是不是對神一樣 沒有改變 純真的沒有改變 弟兄姊妹 同樣的 神對你的人生 不是一成不變的 神對你的人生的計畫 不是一成不變的 好像你就停留在這裡 沒有 不是這樣 我們千萬不要想說 神啊我已經夠了 很多人都很喜歡 以老賣老 就會覺得說 我已經夠了 我的人生經驗非常豐富 我們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不要想說 神啊我已經夠了 我不需要再磨練了 我已經成熟了 我的信心已經非常堅固了 各位弟兄姊妹 這種想法是錯的 我們直到見主面的那一天 我們都要一直非常努力的 向前跑 不管現在 你的年稅是多大 免得我們被這個世界 或是自己的私欲 給攔阻下來 所以神會在我們人生 不同的階段 給我們不同的功課來操練 那個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更好 那個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 更親近上帝 所以神要求 亞伯拉罕 帶著他的兒子 以撒去山上獻祭給他 對亞伯拉罕來說 他可能會認為說 我都已經這麼老了 神你又何必來這樣考驗我呢 讓他感受到一生 他的生活都充滿了挑戰 我發現這個也是神的特性 我發現這也是神的特性 因為他不喜歡我們的生活 太過於安逸 因為有時候我們太過於安逸了 我們往往就會把我們 那種很習慣 我們收招的人事物 當作是最心態的 取代了神在我們心裡面的地位 所以就某種程度上來說 那些批評耶穌的人 他們呢 是把律法跟傳統 看作比神還要重要 他們把那些律法跟傳統 看作比神還要重要 他們失守那些東西 已經在他們的心目中 扮演神的地位了 他們早就已經把真正的神 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憑著我們的信心 將一切的重擔交托給神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容許神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允許我們會經歷不同的環境 讓我們有操練 我們信仰 我們靈命的機會 好叫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不斷不斷不斷的經驗神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感謝你 讓我們能夠從你的話語當中 我們明白主你定義 要讓我們知道的信息 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心裡面 有火熱有熱情有創意 讓我們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不因為死守著傳統 或是不願意改變 而讓我們的生命枯萎了 讓我們常常保有那樣屬天的熱情 從你而來的 幫助我們展現我們基督徒的熱情 好叫我們周遭的人 因為感受到這樣的熱情 就相信主你是上帝 你是豐富 憐憫慈慈愛的上帝 幫助我們 也讓我們的生命 願意再一次跟隨你 讓我們的生命 願意跟隨你冒著風險 願意有冒險的特質 在我們的裡面 跟隨你走這趟信仰的旅程 主我們將今天我們的靈獸 交在你的手中 願主你看過我們一生的年日 幫助我們 任我們在什麼樣的處境當中 誰們的環境裡面 主我們都定要與主你來同行 謝謝你 我們同心的禱告仰望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謝謝你